这是十月新番中真正的龙傲天 因为男主前世就是一条龙 前世作为最强古龙塔 某天却遭到人类的背叛被勇者一行人偷袭 再加上男主这一世已经活得过久了 他也就放弃了抵抗结束他这漫长的龙生 神奇的是男主却保留了记忆转生到了人类身上 面前的男女就是他这一生的父母 一转眼十几年过去 男主的信号也已经长大成人 他所生活的地方是在王国北边的一个村庄中 按照村子的习俗 男主到了15岁就算是成人 今后便要离开家里一个人独自生活 如今16岁的他需要自己动手封衣足时 同时男主还会分担村子的工作 明天他还要前往调查蜥蜴人所在的找座 不知为何蜥蜴人们已经消失一个月了 其背后的原因男主必须调查清楚 这原本是驻兵的工作 但村子人手不足也只能让男主出马 同时男主也有着相称的实力 他的魔法已经抵达了相当高的水准 村里的魔法医师和其孙女都对男主很看好 到了傍晚时村里来了一个白毛 据说他是贵族家的千金 在握手的一瞬间 男主就感觉到了他身上蕴含着超强的实力 临行前的夜晚男主探望了父母 他难免遭到老父亲的催婚 到了第二天在村民们的送别下 男主就动身前往了蜥蜴人的沼泽 经过一段稍远的路途后 他才抵达了目的地 随即男主脱下手套将手放在水面上 一翻探之后 他立刻就明白了蜥蜴人消失的原因 这附近的水精灵太弱而大地精灵太强 因此蜥蜴人才不得不被迫迁移 但他的外貌却和传说的一样美丽 男主一时半会还不忍心下手 只不过蛇女也不太聪明的样子 他也是第一次出任务有点紧张 就连魅惑的动作也全都变了样 说着说着两人的头顶出现了一只怪物 他巨大的手掌静止伸向了蛇女 男主一剑干净利落地将手掌斩下 拉着蛇女逃跑躲了起来 蛇女刚想说话就被他堵住嘴巴 同时他提醒到把尾巴藏好 等到那只怪物离开后 两人才放心地开口讲话 而那只怪物就是发狂的大地精灵 蜥蜴人就是被他所赶走 来都来了男主最好顺手把他灭了 便提议要和蛇女联手 按照男主的计划他在前面打头阵 而蛇女则在后面用魔法为他掩护 看着男主坚定的眼神 蛇女也只好选择答应 随后两人埋伏在大地精灵的前方 时机到了男主打出信号 他和蛇女立刻冲了出去 按照两人先前商量好的对策 男主在前方应对敌人的攻击 同时为蛇女争取施展魔法的时间 蛇女吟唱完毕后 一条巨蛇从地面冲出后将大地精灵缠住 在敌人被压制住的期间 男主也抓准时机迅速地靠近 他高高跃起来到大地精灵面前 再将龙魔法附加在了配件上 一剑麾下后大地精灵化成了一滩泥沙 但蛇女却来不及躲闪 他全身都沾满了泥巴 到了晚上男主和蛇女找了出地方过夜 两人坐下来闲聊后才得知 蛇妖这个种族到了17岁后就必须离开家里 踏上旅途去寻找丈夫 而蛇女现在就是在旅途中 所以他先前才会找到男主 同时蛇妖中只有女性 因为他们一般只能生产女孩 就算罕见的生出男孩也是丈夫的种族 也有传说蛇妖原本是人类女性在嘴咒下诞生的 她们不仅一部分身体是蛇 同时身体还有毒素 因此蛇女的择偶标准是必须身体强壮 固然到时候轻轻或造小孩时 一不小心她还落得一个谋杀亲父的罪女 而蛇女的父亲就是一个人类 蛇女的父母非常恩爱 她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而男主也是一样 她做饭的手艺继承了这一世的母亲 她和家人经常会在寒冷的冬天里围在一起喝上热汤 在听到蛇女说男主应该很喜欢家人时 男主也释怀地笑了 确实那条孤独生活在洞里的龙已经不复存在 如今她过上崭新又幸福的人生 第二天天微亮 男主也到了和蛇女分别的时候 她心想据说蛇妖喜欢精气 便悄悄通过手向蛇女传输了一部分 却没想到这一下差点将蛇女冲晕了过去 可能是因为龙的精气太过旺盛 等到太阳完全升起 男主才挥手和蛇女道别 男主是上古神龙转世 如今却安逸待在新手村混日子 每当用餐前大家都会向大地母神祷告 也让男主想起很久没有见到大地母神 路上男主又被村中的牛人小姐叫住 牛人小姐富有且慷慨 会为村民提供自己的牛奶 随后男主又看向村外的森林 他仿佛感知到了魔物的气息 于是大晚上男主独自前来调查 却感知到一股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熟悉气息 随着男主不断接近气息来源 却意外撞见了正在擦拭身体的蛇妖 见男主突然出现下的蛇妖失去了平衡 男主一个闪身及时将蛇妖护住 蛇妖难为情让男主不要看 却不料男主不懂男女有别 反而对于自己匮乏的词汇量 无法形容蛇妖的美而感到抱歉 他不解蛇妖为什么要自己闭眼 就算被看到也少不了什么 蛇妖都惊了 倒是他为什么能厚脸皮说出这种话 男主询问该去南方寻找伴侣的蛇妖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殊不知他本来的确是这么想的 可路上遇到的人类一看到他就逃跑 无奈只能过来投奔男主 正好男主也一直很想再见到蛇妖 所以很高兴他能找自己 于是发出邀请让蛇妖跟他一起生活 他会想办法帮助蛇妖在村中定居 蛇妖担心自己终究是魔物 人类肯定会害怕 然而村中也有很多亚人和睦相处 或许最初大家会对蛇妖有戒心 但以他的善良个性 以及蛇妖的强大能力 肯定会被村民当成宝贝接纳 并且他认为如果能跟蛇妖一起过日子 一定很开心 说完才感觉好像在勾引物之少女 殊不知蛇妖也很想跟男主生活 他此次前来其实就是想再吃一些男主的惊喜 男主保证一起生活以后 随时随地都能给他吃 于是接连三天村中都莫名出现无主猎物 根据地面的痕迹 众人判断应该有大蛇经过 果然昨晚有人看到的半人半腰黑影不是误判 为了保险起见村中的大人物集中商讨应对办法 众人一经初步确认有蛇妖出现 可又不像是邪恶的生物 不然也不会白送猎物 队长则建议组建讨伐队 实在不行也可以派人外出求援 一直暗中关注的男主没想到 人类和魔物有着如此大的隔阂 或许要想办法让大家了解塞丽娜才行 占卜士婆婆突然出声置举 队长想保护村子的想法没有错 但对方既然特地送来礼物肯定有说法 他建议先等等再说 很快艾莉带着占卜结果闯进会议室 不出婆婆所料占卜的结果显示 蛇妖的出现伴随着一个急诈 静观其变方位上侧 男主心愿这下可以进行最终作战 为了保护村庄队长聚集全部力量进行野外训练 可他们同样是帮助男主完成作战的帮手 其中大帝母神的神官最为关键 绝对不能让塞丽娜被神官当作邪恶一端 此时塞丽娜却紧张得一批 只因按照昨晚男主的计划 今天她会在训练期间故意闯进魔物超学 等发出信号之后塞丽娜再去救她 这样就不会被认定是心怀恶意的魔物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训练还没开始就传来卫兵的惊恐尖叫 魔物凯雄不知为何会出现在村子附近 队长提醒大家不要主动攻击 一旦被打中一击就会致命 逃跑期间队长儿子不慎崴脚 男主挺身而出想要使用龙之力 可那样必定会伤及无辜 关键时刻塞丽娜从森林中窜出 用自己的身体替两人承受魔熊的攻击 随即蛇妖愤怒使用魔眼命令魔熊回到森林 可魔熊才刚离开不到两秒半 队长就让他们远离蛇妖 男主让男孩先回去 自己则坚持留在塞丽娜身边 虽然蛇妖救了同伴的命 队长又问她为什么要救你 却不料塞丽娜突然请求让她留在村子 她按照族中规定外出旅行 但一个人的旅程超乎想象的禁忆 哪怕只是让她暂时留下也好 而她出手救人是觉得如果他们死 他们的家人就太可怜了 只因她的父亲也是人类 和母亲的感情非常好 所以完全没有要伤害人类的想法 众人突然发现眼前的蛇妖一顶都不下眼 反而还有点可爱 再加上占卜的结果也阴压了 队长需要参考神官的看法 神官此刻突然被圣光包围 大地母神向她传达神域 说眼前的蛇妖并非邪恶的存在 并只是村民和她一同生活 神官知道塞丽娜是担心抹眼 让他们感到不安 所以才会一直闭着眼睛 因此让她睁开眼睛也没事 可塞丽娜还是因为身上的伤势失去意识 事后村子彻底接纳了塞丽娜 还帮她准备好了宅底 从今天起她就是村中的一员 男主是上古神龙转世 为了感谢大地女神降下神域 帮助蛇妖留在村中居住 男主半夜灵魂出窍来到天界与女神见面 她没想到女神竟然这么快 就察觉到了转世为人的自己 不仅如此 她的灵魂如今充满了对生命的喜悦 完全没有曾经龙神时期 对生活的那种厌倦 正因为如此 当时被勇者被刺之际 她没有对死亡的绝望 反而庆幸这一生终于可以结束 可转世为人后她才明白 地上的人为了生活总是竭尽全力 对天界来说转瞬即逝的人生 却非常的绚烂夺目 女神很高兴如今的男主也是一样 次日蛇妖直接闯进男主的卧室 今天是和她约定要跟克利斯种土豆的日子 与此同时王都出现诱管妇女儿童案件 学院院长收到了克利斯的书信 克利斯讲述了自己如今在很远的北方村子 因为地理颜柯每天都会进行战斗训练 即便是面对副队长 她也能处于上风 可虽然村民十分热情地接纳了她这个外来者 但她却总是感觉没办法融入其中 直到蛇妖和男主突然出现 并邀请克利斯去她家里坐坐 如今这里是蛇妖最喜欢的地方 而最最喜欢的就是房间里的床 躺在上面睡觉会非常舒服 如果克利斯也能在上面睡觉的话 一定也会感觉到很幸福 男主无奈提醒 这床是蛇妖种族特供 对人类来说不一定舒服 克利斯不想当个扫兴的人 因此也跟着躺在了床上感觉很舒服 蛇妖表示一开始很担心能不能留在村子 可越了解村子就让她越喜欢这里 队长巴兰很自豪老婆的牛奶 并一直想看看谁能比她喝得更多 所以经常找村民比赛 男主老哥擅长钓鱼 曾经还钓了一条两米半的大鱼 蛇妖发出疑问男主为什么要一直站着 这天巴兰又在炫耀老婆的牛奶 克利斯表示也想品尝一番 牛夫人很开心立刻回房间准备 见克利斯能做到一口闷 巴兰看出她也是个海洋 因此提出比试看谁更能喝老婆的牛奶 却不料十几杯牛奶下毒 克利斯却仿佛没事人一样 反而是巴兰第一次被别人喝趴下 随后牛夫人还有东西想让克利斯帮忙品尝 没错就是小牛娘的牛奶 牛逼然而很快克利斯与蛇妖成为朋友的事就传遍贵族圈子 毕竟克利斯如今是魔法学院最优秀的学生 隶属于总督府的魔法师基联对于蛇妖也很感兴趣 对方作作表示哪怕是一只小蛇妖也不能小看 并故意提起最近的妇女儿童失踪案 虚伪表示不想再看到悲剧发生 然而院长已经确认蛇妖是善良的 就连大地母神都降下神域可以与蛇妖一同生活 但基联却坚持要把蛇妖带过来调查 很快村中的卫兵让男主赶紧去村口 男主和蛇妖刚一现身就被管理官带人为主 男主被质问是不是为王婆招来蛇妖之人 神官反驳此时他早就报告过 根据大地母神的神域已经证明 塞丽娜并不是邪恶的魔物 管理官不敢质疑母神的审判 但为了排除王国可能遭遇的危机 必须要将威胁恶杀在摇篮中 这下把男主搞糊涂了 本以为是王国带人讨伐塞塞丽娜 可事实上似乎并非如此 对于蛇妖是否真的没有威胁 必须将她带回总督府确认 毕竟就算有神的许可 但在王国的地盘生活 也必须遵守王国的律法办理手续 男主希望作为邀请塞丽娜来的人 能和她一同前往 克利斯还是不太放心他们 于是决定迅速回到魔法学院 找院长帮忙 路上塞丽娜自责又给村子带来了麻烦 男主却直接将她揽进怀里表示 每当她感到不安的时候 她妈总是会这么对她 她安慰塞丽娜绝对不会有事 此时克利斯连夜回来面见院长 大致地经过院长已经知道 并解释要见塞丽娜的不是管理官 而是地位更高的魔法师基连 只因基连认为她是个威胁 或许还与最近的失踪案有所关联 虽然明眼人都知道 生活在村子的塞丽娜 有充分的不在场阵营 但基连如果存心栽赃的话 塞丽娜就可能遭到怀疑 管理官奉命要带蛇妖去给基连问话 基连见多了个男主也不意外 还热情地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并答应明天就帮蛇妖安排登记居住手续 蛇妖终于松了口气 见有军队出现还以为要被讨伐 基连安慰她长得这么好看 肯定不会被讨伐的 她很高兴能再次遇到蛇妖 以前虽然也见过好几次 但塞丽娜无疑是其中最美丽的一位 不管是绣发眼睛还是灵片 都美丽的想让人吃掉 话音刚落两人就同时晕倒 另一边管理官前来和院长会合 并告诉克里斯近些年来 城内出现多起年轻女性失踪事件 但被害者却一个都没找到 而城内有一位超过300岁的魔法师 那家伙不是精灵而是人类 长寿的秘诀则是禁忌魔法 对方将年轻的女性肉体据为己有 以这种方式获得永生 直到近期对某只蛇妖产生了兴趣 此时基连看着蛇妖充满活力的躯体 地面的魔法阵中已经被写的气味渗透 很难想象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遇害 然而基连已经丧心病狂 根本听不进男主的问题 男主只得再次质问他到底害过多少人 但他也不清楚 一百人之后他就不再继续数了 那些遇害者全都被他拿去研究 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美丽之处 而他则将那些美丽全部以自己更换 才能让他维持如今的能量 男主知道肯定是禁忌魔法 他和恶魔地结了契约 基连毫不否认是又怎样 他的右手是属于一位人类少女 双腿是瘦人女孩的 还有妖精的美丽皮肤 但他觉得是时候进行短本迭代 男主讽刺他的欲望 让他看起来丑陋到了基点 基连只当他是个直男懂个锤子的美丽 他的研究可是不少权贵争相想要 因此蛇妖应该感恩 被他看上是一种福气 蛇妖的全身他一点都不会浪费 此时蛇妖也从昏迷中苏醒 他愤怒基连的行为犹如魔女 基连自私认为那些家伙一辈子 只能生活在底层 只会糟蹋了他们珍贵的肌肤 还不如放到自己身上物镜其用更好 塞丽娜生气他果然是个恶魔 就跟管理官说的一样 男主终于见识到反派就是话多 他刚才说的话 全都被魔法道具传给了管理官 此时救援终于赶到 众人厌恶基连不惜残害无辜之人 只为让自己获得永生的卑鄙行为 基连不爽受到眷顾的人 只是站着说话不摇头 天生貌美如花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懂 他们一出生就只需要继续美丽就行了 但普通人想获得美丽 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 从小就喜欢美丽事物的他突然发现 原来自己一点都不美丽 自此基连一发不可收拾 遇害者数量不断在继续攀升 无止境的欲望让他想要的越来越多 说吧基连为众人展示自己花了三百年钻研的成果 男主一眼定针这是肉体融合 基连使用魔法将不同种族的肉身融合 只要和恶魔定了契约就能做到 普通士兵在恶心的出手面前毫无反抗之力 塞丽娜健壮使用魔眼将眼前的怪物定住 为士兵争取到了逃跑时间 紧接着克利斯冲上前去单挑 三两下就将怪物的身躯接连斩断 对方生气暴肿浑身长满眼睛 对着克利斯使用强大的黑暗魔法 便长此刻陷入进退两难 如果在这里召唤大地精灵的话 所有人都会被活埋在地下 男主却已经刻画好了两道魔法阵 他最后只有一个问题 对方是否已经满足 怪物讨厌男主的眼神 并自认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范畴 杂鱼只需要认同他的美丽 俯首称臣就行 男主博斥靠牺牲别人得到的美丽 就不应该存在 被他吃掉的都是以明天为目标 拼命活过今天的人们的身体 绝不该被邪魔外道燃指 神龙之力恐怖如斯 男主只用一击便将其彻底抹杀 神龙之力恐怖如斯